香港艺人轩轩 日前以BZBODY 受证中心区域代言人身份 来马宣传 展现亲和力 吸引一群忠实剧迷 到场支持 大喊他在《万皇之王》 剧中的角色 全皇贵碑 让他笑得何不拢嘴 宣伸身穿一席 灰色单肩短裙 更以清新短发亮相 几乎每次来马 只逗留一两天 无法好好的在大马旅游 不过他却非常喜欢 大马美食 做事很辛苦 很多人都没有多 stress 很累的 但如果你要去超多时间 去训�自己的心理 是他自己喜欢做事 他很有扬 我喜欢狗的 被主持人问及近况时 宣宣表示他近期忙着拍戏 并且会一直忙到明年 让他非常渴望假日休息 他拍了一个年轻人叫《笑名桂莉王宝村》 那个未知名桂莉王宝村 是刚刚拍的一个月左右 他现在在上海发了一个长子的故事 那个就会拍到过去 即是明年一月 但《休息日》之后 有些人今年都没有播放 由香港拍了一套《滴鼓》 这个就没播放 之后就去了新加坡 拍了一套《万福流》 是在《寿营娱乐最爱》 是《寿营娱乐最爱》 今天好好 在家里的时间很少 寿营在附近 现在跟我们在家里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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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寿营娱乐最爱》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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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